这个家教太正! 标准小芝麻! 连爸爸都想一起上课,教学生怎么专心了? 现在年代不一样了,很多老师拉家教拉都又帅又美的这样叫学生怎么专心拉? 一,传送门! Hail me only! 网友回应:"家教老师!请问是教什么的?哪边报名,整个很迷人!" 家庭教师是职业的一种,被个别家庭以特定的报酬聘为私人教师的从业者。 学校教育普及前,受教于家庭教师是个人教育的主要方式之一。 现代家庭教师是学校教育之外的重要补充部分。 家庭教师通常负责补习功课,或者是或教授某些技能,例如乐器、语言等。 但在一些可以在家学习取得被承认学历的国家,有些家庭教师会提供正式的教育。 中国大陆和台湾通常简称为家教,香港则称为上门导师,而专门替学生补习的则称为上门补习导师。 家庭教师通常以持心计。 一些学生,尤其是高中生和大学生,为了赚取报酬,通常也以当家庭教师作为工读的兼职。 常见的除了补习外,还有教授钢琴等乐器。 由于报酬一般很少,从业者往往是临时或兼职性质。 所有家庭老师的待聘者并不会花费太多的金钱用于宣传上。 通常他们会采取张贴接招的形式或于校内照需要补习的学弟妹。 参考来源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您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的点赞 订阅过去订阅